我是尹耀全,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非常欢迎大家今晚来到图书馆参加我们这个讲座 这个讲座是我们大学图书馆百周年纪念乐活动里面其中的一讲 今次到了第九讲 今晚我就会很简单 我就会将时间交给我们十年以来 搞了这个讲座十年以来第一次的学生主持人 要拍手掌鼓励一下他 这位是张佩坤同学 张同学是香港大学学生会常陆林 2011至2012年的学术干事 我将时间交给张同学 谢谢 Dr.Van 很开心,也很荣幸可以代表Greenwood 主持这个Centenary Book Talk 因为很难得的机会 一百周年有这个Book Talk 一百年才有一次 也很开心今次的主题 是和自己的兴趣非常有关系的 因为我本身也是读文化科学 所以今天的话题应该也是非常适合我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就是张佩琪小姐 她在2020年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 是大师姐 一百年纪 她现在在绿色和平做项目经理 主要就是做一些关于气候和环境的工业的 化学生会和農工业的问题 她的焦点就是在珠三角地区 这些记性很厉害 因为刚刚说完了 我想问一下Goria 为什么不业之后 有机会进入绿色和平 为什么会有兴趣 投入于绿色的项目呢 其实我也算是这个感觉的人 知道其实做NGO 是人工赚得不多 而且是半乙工的工作 要回家也有些事情做 我首先要多谢Paul 多谢馆长 多谢Carmen 要请多谢大家的出席 很开心 我也很荣幸可以在这个 八周年的书籍分享会 可以跟大家见面 很快回答同学的问题 为什么会去到Greenpeace 其实是阴差阳错 六色和平在97年成立 我就是97年入了HKU 六色和平的办公室 很接近HKU 所以那时候 阴差阳错了做义工 因为有几丁人 帮忙做多调查的事情 了解一下食品品牌的标签 了解一下他们的 有没有用基因改造 可能当年大家还记忆游身 我们在说百福瓦豆漿 有基因改造的大豆 那我2001年就毕业 毕业了毕业之后就去了英国 那在英国的时候 那些六色和平的前辈说 回来就帮忙 回来就帮忙 所以就一圆祭会 其实就真的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就是由义工开始 认识觉得会真的很关系 而且 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 有这些环保技术的专业 或者一些知识上的专业 但是 其实在最后我们说 要揭纸这个环境 继续受到污染 受到破坏 其实是和政策 和一些措施的制定 是相关的 和我们的发展观 我们的社会 未来如何去看 我们的社会发展 我们的生活质素 如何提升 其实是相关的 所以到最后我觉得 叛徒出家也好 但是也很开心 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些专业 去帮助 现在对环保的兴趣也是很大的 现在对环保的兴趣也是很大的 越做越觉得自己渺小 因为你的环境污染的情况 实在太严峻了 譬如刚才和Paul聊天 我主要做猪衫的东西 我们去了解工厂的污染排放 真的什么式的河流水都有 然后去了解 譬如煤电厂的排放 去了解农药的使用 其实你会看到 每一样东西到最后 除了污染的环境 其实也在污染 或者是影响更多的下一代 因为有毒物质 去掉了我们的土药 去掉了水源 去掉了空气之后 到最后整个辆 就是影响我们这个地球里面的 所有的生物 你会觉得越做 你越觉得是时间无多 越做你觉得越紧迫 特别我说生了一个小朋友 我就觉得一定要做多些东西 所以看到这本书 这本书我觉得是 刚才一开始 我们一来就说 有没有看过 其实是很好的 一个通识的教材 但不仅是教材之外 而且它是用一个比较生动的方式 去讲一个很沉重的议题 其实这个很难的 你要讲一个这么复杂的问题 而且你讲到最后 你要感动到大家 要去行动 其实很难 这本书做到 所以也都 我觉得 这个诚上啟下 我觉得 由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Carmen一找我 说一定要讲一本书 就一定是这本书 虽然《环保日》 很多书是好看的 但是这本书 最能够 讲到现代人 即现代我们这个消费 在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 我们到最后 其实是自作自受 所以为什么这个行动 我们需要 指针招食 现在要马上去做事 就是 我觉得这本书是做到的 我们看书 我们这一代看完 那下一本书 可以通过下一代 我们的 其实现在在做的 环保的项目 就是改善环境 其实都是为了下一代 是 为了下一代 是为了自己 很坦白说 但是我猜 这本书 到最后 我等一会都会讲 其实每个人 在自己的光环里面 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 不如事不宜迟 又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 有没有朋友看过 和Paul看过 其实也有朋友看过 其实它 千万不要那么沉重 你一搜索这几个字 其实就有整个网络 在《垃圾》里面 就有很多短片 这本《Story of Stuff》 你见到它这么厚 其实它有一段短片 只有22分钟 就已经深入浅出 讲完它要讲的主要概念 所以没有时间 看一本书不要紧 其实Annie 应该就是 由《Story of Stuff》的短片 开始 将这个概念 带了出来 就是 究竟我们 为什么有这么多垃圾 为什么整个世界 充斥着垃圾 其实垃圾 原本是有用的东西 就是由这里开始讲起 所以 可以和大家 很简单 分享 分享几句 这本书 顾名师 就问东西的故事 我看完 其实我也写过一个书评 我的书评 我的题目也写 是《沉今问底的东西》 其实整本书是在问 究竟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垃圾 究竟这些垃圾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很有趣 是的 我们打算有钱就能买到 像现在的小孩 我问一下 我刚才跟Benny说 我上个拜日 带了我儿子去朗园 去收割杜米 我要让他们知道 其实食物是土地 不是超市 就是这样 你要连接它的源头 你要连接它 去那个 密密的根本 那么 这本书就是说 东西的故事 东西是怎么来的 那里面有很多 我就认识了四个概念 有四个概念 我觉得是整本书 我最大的一个得着 第一个概念 他就说了 这个material cycle 或者economy 其实是整条链 你一样东西 来到你的手上 其实是经过 至少这五个环节 包括就是你要提炼一些原材料 先 譬如你要一本书 那你当然要一些木材 是吧 extraction 那就是我们地球 很多的原材料 都是来自我们一些的老祖宗 应该这么说 好了 第二个步骤就是生产 你生产了 你生产了 你见到他 他也很有心思 生产了 他也要画上烟通 和烟通 和烟通 因为你生产 你一定有些东西 是不要的 那些去哪里呢 他很有心思 画上烟通 和排污管 等会我会再说 第三个步骤就是 distribution 那就是 好了 你生产完了 那我们不会整天 去到那间厂里拿东西 那他去哪里呢 其实就是去一些批发商 譬如一些大的购物店 大的一些商店 好了 很多物品在货架上 大家很快乐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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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四步就是 你去买东西 你去consumption 那现在特别圣诞节又来着 周围都大感价 大促销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样 就是 我越做我就越觉得 这些 就是最好就不要那么多大感价 就是你越大感价 就是你刺激大家再去买多些东西 又或者譬如 香港政府最喜欢买的广告 就是香港是购物天堂 是吧 那些什么购物节 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 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会很心寒 我说死了 我明明一些东西都有用的 或者我其实不需要的 但是因为我便宜 因为我很多折 因为我有一个虚荣等等 我就买了 所以他这个图都画得很好 其实就是整个屋都是东西 整个屋都是东西 我估计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搬屋才知道 原来我们家里躲起了很多东西 是买了什么 又或者一大堆都是差不多功能的东西 我曾经有时听林超英说 他问大家 喂 你们家里有多少双鞋 其实是的 你打开一个鞋柜 例如有一双帮鞋走天牙 可能有一双漂亮的去饮的鞋 其实可能两双三双鞋也可以 但很多人都会整个鞋柜 即是轮楼穿不住 整个屋都是东西 那就是第四部 最关键的这本书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第五部 你要处置它 无论因为你家里不够大 或者因为你觉得阻担 你要拋的 第五部就是Disposal 其实整本书就是探究 你这个丢的行为 会带来什么影响 扔的这个行为 你以为没有眼视干净 不是在我家里存在 就当它消失了 正如很多年前 我来过的智能手机 很多年前 我们的手机 真是 哇 那个电都很大 你换手机那一刻 死了 我的东西应该扔去哪里 或者我应该摆去哪里 其实你 会去某些地方 那去了哪里 这本书也是非常具象 会说到的 我确实也会说到 这第一个概念很好 这个概念是要把整个流程给大家看 原来一件物件 其实它是至少经过这五个步骤 到最后 我们在地球刮了些东西出来 去生产一个物件 到最后那件物件你不要的时候 其实都在地球上 就是万物件 就是一个这样的循环 如果 如果 这个陈归陈土归土 这个概念 大家是 是 领悟到 其实是 我们在地球上刮了些东西出来 到最后又回到地球上 这个概念 大家有这个概念 你便开始 会想 咦 是的 那 那划不划 我们是否 就是要这样 就是 取材完些东西出来 然后又 将它解决一轮 然后又放在地球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取材多久呢 是的 取材多久呢 这是我很关心的 是的 就是 读材料 就一直知道 那些树林一直没有 那些 雨里 就是 雨在海里游泳 一直没有 那究竟可以 维持到多久呢 是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如果你看到绿色和平的网页 你又黑色一下 就是我们的数字会很吓死你 譬如就是 刚刚我们早两三个星期 就是我们出了一些报告 其实都不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引述一些 就是联合国的良労组织的数据 就是原来2048年就可能 会没有雨的了 看过 2048年会没有雨 大家想到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 其实我和你都可能会 还在那裡 但是没有雨 那这个问题很复杂 那 可以再说另一个 再说另一个talk 那这个是第一个概念 我觉得很棒的 整本书都能说出来 那 正因为这样 我们其实是 每一 Annie想说 就是 大家知道这个process 千万不要觉得沉重 正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件事 一件物件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可以找到方法去介入 其实我们每一个位 都可以介入去帮助地球 我们越知道 就像刚才Paul所说的 还可以取得多久 那我们就取得少一点 那我们知道原来 我们的物品到最后 是会扔的 那我们就买少一点 他的说法就是 我们才知道了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我们就可以 用我们的方法 去在这些环节 去介入 去做事 好了 第二个概念 他就想说 就是 为什么东西会变成垃圾 那他本书里面 就经常说了这一句 Designed for the dumb 就是 其实 原来现在我们整个 资本主义也好 或者市场经济也好 生产的逻辑 或者赚钱的逻辑 就是透过你 要加速一些人去扔东西 加速一些人去买东西 才可以维持到 那就惨了 所以变成 如果我猜在座 都应该对这个题目 有兴趣的朋友 都一定会知道 比如以前我们的前辈 上一代 都很镜石的 可以修补 鞋底修补几次 衣服修补几次 连把傘子修补几次 是不会浪费的 比如这里 我也是 10月 过庆节的时候 我带儿子回乡 儿子的太麻 还在加田 其实整间家里 你真的可以看到 其实你看到 家图四壁 但每一样东西 都用得了 譬如黄港草 他真的爱回来 铺在屋顶里保暖 或者做牛棚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每一样东西 那些农作物 吃完之后 或者那些厨余 那些东西 他们又可以 给一些动物 去围置 这些动物 这一个这样的路 其实在现代的社会 其实是断了 这一本书 最有趣的 他说了一个概念 就是 根据他的统计 美国人基本上 全屋的东西 百分之九十九 在半年之内 就会扔的了 我应该没有记录 半年之内 就会扔的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东西 半年就会扔的了 只剩下百分之一 是用得着的 就是这个肚子 九十九 就到了货币 只剩下百分之一 是用得着的 而这个设计 这一个资本主义 或者市场经济的 一个体系 一个很突出的 一个金科欲律 它要令到你觉得 你要继续消费 继续买 所以下面这个图 我又剪了 这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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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风车的转盘 可能看得不清楚 它就说 其实三部曲 就是 怎样令到你增加 你想买东西的意欲 其实就是这个 首先是看电视 就是你watch watch了之后 你看了电视 然后你就去买 去shop 不知道写在哪 它是三部曲 对 然后shop完之后 你就很满足了 就是三部曲 特别是战后美国 加上政府和商界的 就是想令到经济好一点 就令到大家觉得 做事 我做事 然后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多钱 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一看广告 就说你要那样 你要那样 搞到他们觉得 我真的很不够 很不够 我就要买了 但是其实 另外那一图 你看到那条线 它说 其实美国社会里面 是没有开心的 National Happiness 就是1950年代 是最高峰 接着一直下来 虽然我们越拥有得多 我们越多 好像物质 我们越多 这个选择 我们好像人工也都很高 我们各样的物质条件很高 但是其实我们那个 开心指数是没有高度的 反而是一直下跌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叫做 一个银的两面 我们越多这样的拥有 我们不单是没有开心之余 我们也都 就是越多的废物 越多的废物 或者越多的 对环境的破坏 也都是令到我们 那个地球的 生活条件 越来越差 那这个就是 一个 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第二个 设计 就是设计的 是很 很一此重的 就是现在我们 那些手机 都很少人去修理 或者 或者譬如 等下来看吧 我们会有段片给大家看 或者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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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都有一些 二手回收物 但是 因为实在 外面那些 买新的东西 好像比修理更便宜 或者 买新的东西 更好过我出去 周围去扑 那个 替代零件 所以 那个废物是很多 那这个 如果在座有些朋友 读 那些叫 叫什么 Design Engineering 或者各种东西 大家可以发挥一下 这些传统智慧 我们如何设计的物件 是更耐用的 设计的物件 是可以循环再用 或者是很容易 就可以有替代的 部件 令到它再生 是的 本书里面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 其实很多东西 就是电话 旧款的电话 其实不是不能用的 只不过是 新的 有很多广告 宣传 令到你觉得 你的电话 是潮流上 不能用的 是 已经跟不上潮流了 所以令到你要 一直去追 买新的东西 比如是iPhone 其实我看不过眼的 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着迷呢 对 就是iPhone 4s 刚出完 iPhone 5又买 一年都不够 是的 刚刚提到 在中国内地的情况 他们家里每一样东西 都是很有用的 我看过一张图片 是比较中国农村一家人的物品 他拿出来煲煲餐餐 碗碟 盆 盆 都能数得了 但是另外一幅图片 就是一个对比 就是一个美国家庭 但是那个美国家庭 车有几架 足球有几个 又摆到是 要移到很厚的 移到对面楼 才能拍得了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也是在书中的Annie 作者有提到 其实美国人的消费 是比其他世界各地的人多多 是的 我想大家常常都知道 如果我们 每个人 好像美国人的那种生活状况 或者模式 是要四至五个地球 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这个 是的 我们拆解了 为什么东西会变成垃圾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 除了我们自己的消费肉之外 其实也是本身那件物件 没有以前那么耐用 第三个概念 就是开垃圾我的饭 就是我 我刚才和Paul说 我做些什么 其实就是去做全线大搜查 看看哪里有些脏脏脏的东西 其实这本书 因为Annie 她以前都是绿色和平 美国办公室的同事 就是 她就说 她最神奇的 就是绿色和平 竟然给一部手提电脑 她可以穿州各省 去调查垃圾的问题 由此她就开始了 她对垃圾的着迷 以及那些的跟踪 其实她这本书用了很多的笔物 就是说这个概念 Toxic In Toxic Out 因为我们现在制作很多消费品 我们有很多的 对 消费品 也有五品等等 在工厂的生产过程 是用很多的chemical 即是角色形式 就是 譬如我们 经常听到那些素化剂 其实不单是在去年的珍珠奶茶里有 其实譬如我们 小孩子的玩具 或者我们 其实譬如我们那些 人造皮梳化 你所有东西 你关于要柔软了某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要用素化剂 但其实素化剂 是一种很有毒 就是累积在人体 是会干扰内分泌 干扰神经系统的一个物质 但很不幸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这么新式的化学品 现在是全球都未监管的 欧盟说要 欧盟境内不想用 但是呢 它的厂都不在欧洲国土里面 都去了不知哪里 所以就 而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这么骯髒 这么有毒 这些这样的生产工序 就去了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他们本身已经这些 规例规范已经是比较宽松 那 譬如 刚才我和阿婆说 我们接下来 我们自己都会出份报告 就是说中国的仿制业 其实就有很多的国际品牌 大家都知道 就是 特别现在香港 很流行一些fast fashion 当然那些很高端的那些 很名牌的那些也是 但是fast fashion 香港很多家 很受大家的下吹 吹风 Ishaname 沙华 他们其实全部都在发展中国家 开床 包括中国 比如中国 文加拉 斯利兰卡 这些地方 其实全部都是用很多 有 即是拜物要 他们就用这些 很厉害的染料 刚才说的那些素化剂 或者角色其色 令到它的款式 是更加的 好像与别不同 那样 所以刚才我就说 这一幅图 最有心思的地方 就是烟通和泥 其实生产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 这些污染物 用不同的形态出来 你加了一些化学品 除了残留在我们的物品 譬如衣服身上 其实也会透过 就像刚才说的 例如气体 就会排放出去大气 或者变成一些水 例如你染料 你要用水去洗水的过程 那些水又排出来了 其实都在这里 是去回我们的大自然 Toxic in, Toxic out 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以为 你加了一些化学品 很漂亮的物件 那你就没事了 但其实你的化学品 是会残留在你的物件 和在你的环境里面 譬如也很惊吓 譬如我们早两个月 我们在香港、北京、上海、廣州 几个城市 我们去了一些家庭 去验尘 那我就想 你住到近郊区 或者没有车的家庭 验尘的那些尘 当然会没有那么毒 或者一定是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 你的想象 应该是空气好一点 但那些层都验到 有毒物质 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 我们其实家里 都有很多释放 这些有毒物质的源头 比如刚才说的那些沙发 或者我们说的那些 电器的设备 有毒物质 或者地氈 其实各样东西 都会透过那些微粒 进入我们的身体 所以这个 我们对自己人 就是我们消费者有影响 但其实对工厂 Annie也说 比如对工厂 我们污染了旁边的河流 你钓鱼 你钓鱼 当然也不能吃 你污染了一些泥土 因为可能我们经常说的 Solid waste 就是工厂 你都会有些沉淀物 那些沉淀物去了哪里 其实又连在地上 就像香港那样 要拆开话题 虽然等会说香港 但是 比如我们经常说 说这些堆田区 其实香港很多堆田区 其实旧式的堆田区 的滲漏情况很严重 我认读Engineering 这一边 其实你的滲漏 其实到最后 也是去水 去泥土 我们说焚化炉 焚化炉 你到最后 我们那些 bottom ash 就是那个飞灰 或者鹿底灰 你都要找地方装 你找地方埋着它 其实你的那些 全部都是在那里 其中一个图就是说 你排了出来 你又埋回地下 而更加之重要 其实你是直接毒害 那些工厂的工人 很多年前 经常说血汗工厂 就是说努工条件很差 女工的健康很差 其实现在仍然都是 可能那个 努工的环境好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 用了太多的化学物 里面他本书都写了很多 例子 就是那些女工 他们怀孕不了 或者他们的 miscarriage 比率很高 这些都是我们 现代的生产过程 带给一些贫富大众 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问题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第三个概念 我觉得很值得分享 而最后一个概念 我觉得 在本书里面 都说了很多 就是这个外发成本 Externalizing Cost 或者External Cost 就是 为什么我们说到最后 那些东西 那么容易变成垃圾 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敬意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只看到 表面上的那个价钱 很便宜 是不是很便宜 为什么这么小 就是OK 很快 叼完就会买个 但其实 不是没有本的 这些本 只不过是 给了其他人 就像刚才所说 我们给了我们的空气 我们给了我们的水 我们给了我们的泥土 我们给了我们的远在他方 很默默耕耘的那些女工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外发成本的过程 蒙蔽了我们 令我们以为 哇 这件事真的值得 而且也令到我们觉得 其实这些东西不用本 那么 这个 Annie在里面 都大肆鞭探 这个政商勾结的情况 也为什么会容许到 这个外发成本过程 可以做得到呢 政府不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他们有监测一些空气质素 有监测一些水质 资源的质素等等 但是为什么政府不肯去做好一些 那些条例呢 不肯给更多的监管 或者给更多的要求 生产商去做好一些呢 所以他呢 为什么我卡了这张图 就是 政府在拆一些 拆一些大波士的鞋 当然它减化了 减化了 这些环境的污染最前线 到了很脆弱的地球 现在在呼喊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不出声呢 为什么企业不出声呢 所以 为什么更加知道 就是我们每个人要行动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政府和企业 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 但是政府就是 想着 我继续有就业机会 我继续 GDP上升 就是那个发展模式 仍然都是这一套 而企业继续赚钱 虽然现在讲多些CSR 讲多些良心 但是大部分的 仍然都是理智当头 在这两个大大 很大的权力 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环境 就成为我们的犧牲品 我去年有幸去北极 其实北极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你真的 真的一片白茫茫的 你说看到北极虹 当然是没有那么容易 北极虹也没有多少只 但是你去到那里 你会感受到 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原本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日出日落 那些雀鳥飞 很宁静 其实是可以 原来这么简单 这么纯洁的 我可以在那里 十天不上网 没问题 当然你很惯着 儿子 很惯着家人 很惯着新闻 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 都可以放得下 我们地球原本 其实就是一个 这么纯洁的地方 所以回来的反差 是很大的 都没落到飞机 我反差已经来 这就觉得 是的 我们是要做些事情 所以 所以在web up之前 其实有一段片可以看一下 因为 安妮她就 刚才说了 Story of Stuff 有整 这本书的浓缩版 有整二十分钟 它就有一系列的片 它有 Story of Cosmetics Story of Bottle Story of Electronics 然后最新的那段片叫 Story of Change 很好看的 我选了 Story of Electronics 即是七分多钟 想和大家分享 当中里面都有 它一整段片是英文 但当中 有两个字 是中文字 大家看看有没有好眼力 可以看到 我们就开了 这是一故 是一世界 在这些东西 是一故 是一故 在一个危险的系统 我们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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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在货币 我们甚至没有玩 最好的事 是当我们开始 解释了整个系统 我们开始看到 很多地方 处子的地方 把这些问题 把这个问题 把问题变成成一方法 使用 小 veces 在没有问题 车 有人奔和 转租 什么东西 的文字 I end up with so many of these things. It's not like I'm always after the latest gadget. My old devices broke or became so obsolete I couldn't use them anymore. And not one of these old chargers fits my computer. Agh! This isn't just bad luck, it's bad design. I call it design for the dump. Design for the dump sounds crazy, right? But when you're trying to sell lots of stuff, it makes perfect sense. It's a key strategy of the companies that make our electronics. In fact, it's a key part of our whole unsustainable materials economy. Design for the dump means making stuff to be thrown away quickly. Today's electronics are hard to upgrade, easy to break and impractical to repair. My DVD player broke and I took it to a shop to get fixed. The repair guy wanted $50 just to look at it. A new one at Target cost 39 bucks. In the 1960s, Gordon Moore, the giant brain and semiconductor pioneer, Predicted that electronics designers could double processor speed every 18 months. So far he's been right. This is called Moore's law. But somehow the bosses of these genius designers got it all twisted up. They seem to think that Moore's law means every 18 months we have to throw out our old electronics and buy more. The problem is, the 18 months that we use these things are just a blip in their entire life cycle. And that's where these dump designers aren't just causing a pain in our wallets, they're causing a global toxic emergency. You see, electronics start where most stuff starts, in mines and factories. Many of our gadgets are made from a thousand different materials, shipp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assembly plants. There, workers turn them into products using loads of toxic chemicals, like PVC, mercury, solvents and flame retardants. Today, this usually happens in far off places that are hard to monitor. But it used to happen near my home in Silicon Valley, which, thanks to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one of the most poisoned communities in the US. IBM's own data revealed that its workers making computer chips had 40% more miscarriages and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blood, brain and kidney cancer. The same thing is starting to happen all around the world. It turns out the high tech industry isn't as clean as its image. So, after its toxic trip around the globe, it lands in my hands. I love it for a year or so, and then it starts drifting further from its place of honor on my desk or in my pocket. Maybe it spends a little time in my garage before being tossed out. And that brings us to disposal, which we think of as the end of its life. But really, it's just moved on to become part of the mountains of e-waste we make every year. Remember how these devices were packed with toxic chemicals? Well, there's a simple rule of production. Toxics in, toxics out. Computers, cell phones, TVs, all this stuff is just waiting to release all their toxics when we throw them away. Some of them are slowly releasing this stuff even while we're using them. You know those fat old TVs that people are chucking for high-def flat screens? They each have about five pounds of lead in them. Lead, as in lead poisoning. So, almost all of this e-waste either goes from my garage to a landfill or it gets shipped overseas to the garage workshop of some guy in Guiyu, China, whose job it is to recycle it. I've visited a bunch of these so-called recycling operations. Workers without protective gear sit on the ground smashing open electronics to recover the valuable metals inside and chucking or burning the parts that no one will pay them for. So, while I'm on to my next gadget, my last gadget is off poisoning families in Guiyu or India or Nigeria. Each year we make 25 million tons of e-waste, which gets dumped, burned or recycled. And most recycling is anything but green. So, are the geniuses who design these electronics actually evil geniuses?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the problems they're creating are well hidden even from them. You see, the companies they work for keep these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out of sight and off their accounting books. It's all about externalizing the true cost of production. Instead of companies paying to make their facilities safe, the workers pay with their health. Instead of them paying to redesign using fewer toxics, villagers pay by losing their clean drinking water. Externalizing costs allow companies to keep designing for the dump. They get the profits and everyone else pays. When we go along with it, it's like we're looking at this toxic mess and saying to companies, You made it, but we'll deal with it. I've got a better idea. How about you made it, you deal with it. Doesn't that make more sense? Imagine that instead of all this toxic e-waste piling up in our garages or in the streets of Guiyu, We sent it to the garages of the CEOs who made it. You can bet that they'd be on the phone to their designers pretty fast demanding they stop designing for the dump. Making companies deal with their e-waste is called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or product take back. If all these old gadgets were their problem, it would be cheaper for them to just design them longer lasting, less toxic and more recyclable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could even make them modular so that when one part broke, they could just send us a new piece instead of taking back the whole broken mess. Already take back laws are popping up all over Europe and Asia. In the U.S. many cities and states are passing similar laws. These laws need to be protected and strengthened. It's time to get these brainiacs on our side. With take back laws and citizen action to demand greener products, we can start a race to the top where designers compete to make long lasting toxic free products. So let's have a green Moore's law.How about the use of toxic chemicals will be cut in half every 18 months. The number of workers poisoned will decline at an even faster rate. We need to give these designers a challenge they can rise to and do what they do best, innovate. Already some of them are realizing they're too smart to be dump designers and are figuring out how to make computers without PVC or toxic flame retardants. Good job guys.But we can do even more.When we take our e-waste to recyclers, we can make sure they don't export i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when we do need to buy new gadgets, we can choose greener products. But the truth is we are never going to just shop our way out of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 choices available to us at the store are limited by the choices of designers and policy makers outside of the store. That's why we need to join with others to demand stronger laws on toxic chemicals and on banning e-waste exports. There are billions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want access to the incredible web of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at electronics offer. But it's the access they want, not all the toxic garbage. So let's get our brains working on sending that old design for the dump mentality to the dump where it belongs And instead building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a global society that's designed to last. 應該會更匹 sean Those are so pretty close and smart like E dinheiro 就說得很快快 所以想 oluş了甚麼? 年珠發 Witcher 是的 也是 他剛才有了很多概念 有請問 剛才能不能留知哪一個中文字嗎? 這個地方嗎 それは是貴嶼陣 貴嶼陣 經常讀主ăng 它是很特别的 在廣東省汕頭附近 六星和平應該是第一個組織 我們開始在那裡做調查 到現在 今時今日 我應該幾年前 2007年左右 有跟同事去 感覺上是很慘的 未進去已經是很大股 好像燒乒乓波的味道 其實燒焦 他們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去拆解那部電腦 或者電子產品 有膠的東西 都拿出來燒 因為他們是要拿金屬 其實他們是幫助我們 徒手做一些 拿回有用的物料上來 就是金屬 用膠去燒 然後拿出金屬之後 那塊電路板 就這樣放在河流或泥土 周圍的小朋友 就是玩電線 因為你要分的金屬 要微精眼棋 你的眼睛要很利 手也要很細 所以一排的院普通 去分一分��를 他們看過一些圖片 no 不戴手套 完全沒有保護 我們去到訪問 因為我們跟蹤了一個案子很久了 那是一家經濟支柱 他們在河裡撈電腦板 或者撈一些可能還有用的東西 然後自己在家裡拆 其實桂魚到現在也有三千間工作坊 即是山寨廠 那這個案子就是 他自己沒有資源去設置一個公司 或者設置一個小作坊 他們就去罵別人 已經扔下了的那些 再上來去刷 他也說他知道實在死 他們自己也要銀河包去買 這個村外面的水 他自己周身都是皮膚病 只能夠是抹花露水 沒有醫生看 亦都沒有這樣的資源去看 所以我們發現了這個問題 然後一直去做這個館廳 其實中央政府是有去回應的 有法例 有給錢貴如要去做一些正確的電子垃圾的回收 就像香港一樣 有很多工業員 但實在門檻太高了 基本上 所以我剛才說三千間 是上兩個星期 我們有同事都再去調查 因為定期都要去調查 還是有三千間那麼多 因為你的工業員 或者這些綠色的拆解場 其實是很貴的 沒有什麼大公司 即如果你不是藏勢帶 你不能進去 所以問題仍然沒有很有效的根治 如果要適當地處理那些廢物 其實是需要很高成本的 很高成本的 可能到最後賺的錢 都不如是很少的 都不如是再去開採那些生意 回來再做果 是啊 我們 我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跟中山大學 有一個人類學的報告 當然污染我們很關心 污染問題 但是我們更加關心 當地人民的影響 然後那個人類學報告 我們訪問了五十個不同背景的人 有是大老闆 有是小作坊 有是女工 有是外省人 有是本地人 五十個個案 大家都說過 他們知道是很多問題 但他們想盡快賺到錢 然後就送了孩子們離開 心態是很簡單的 不是我繼續種田嗎 我種田我沒得吃 難道我不做嗎 我沒有其他事情做 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 叫做這樣的所謂選擇 他們就繼續捱下去 他們個個都一字口結 如果有錢 我就會送孩子們離開 不會繼續在這個地方 而貴魚的地方最有趣的是甚麼呢 就是 有很多叫做 因為潮傘一帶 很多地區的黑力量 黑勢力 那裏是很難 真是很正確的 有些官員或一些政策 真的可以下去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人管 這樣的複雜性的情況下 令到 就算中央政府很關心 有意角要去解決問題 貴魚政府也知道 他們的名字繼續被人搶 就是繼續 全世界都知道他們的問題 還有醫療成本很貴 很多人病 各樣類的 但也沒辦法 揭替不了一些最根本的問題 那 就是 鮭魚是一個很典型的 就是 外化成本之後 你是 新靈涂炭 還有我們看到 其實整個全球化的消費市場 令到我們一些最貧窮的地方 會變成這樣的地方 這個 鮭魚鎮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全球最大的電子回收場 其他國家 不要的電子物品 都是運到這裡 去所謂回收 但是其實 造成很多污染 令到 不僅是對環境 對人也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的數目 娟娟 我先說一下 是 他們早兩年都搞過 打算去鮭魚鎮去考察 是的 但是 我們就 很正式地去當地政府申請 問問他可不可以讓我們進去看 但最後當然就不讓我們進去看 是很可惜 去到 但就不能進去 全線太搜查 都是 都不是不能進去的 偷偷地進去 是的 要偷偷地進去 要偷偷地進去 不過我們因為這麼多年在這裡做 其實都很清楚 大家都不會 都不會說對我們有敵意的 是的 這個 就是 off mic 說了 好 那 這四個概念 剛才的影片也好 我再重新回憶一次 我想在完之前說一下香港的事情 其實 兩三個 我猜 說這麼多 我猜 為什麼這個話題也引起我的興趣呢 其實就是 香港的垃圾問題也非常逼切 前兩年說 將軍澳都田區要擴建到家裔公園 又或者我們知道現在在說焚化爐是否蓋在石谷州還是屯門 現在政府好像初步選擇了石谷州 但因為有些司法覆核的程序正在做 所以政府就還未撥錢做 又或者政府現在開始說要垃圾收費 不是垃圾徵費 就是除垃圾袋收費 很多事情在這裡發生 都是關於垃圾事 其實我覺得香港是很典型的 因為我們所有東西就是運過來 我們就用了 我們的工廠也不在我們 但是我們的垃圾我們要自己處理 所以我們就突顯到一個問題就是 那怎麼辦呢 這裡有些數字 原來其實香港人均垃圾量是全球之冠 這些數字不說 譬如我們友好組織地球之友經常說 香港和台灣比 台灣的人均垃圾量 香港是台灣的兩倍 台灣和南韓做了很多年 這些垃圾收費或者各樣減費的東西之後 他們現在原有的焚泊路都不夠垃圾燒 那很多的數據 我們都看到 其實香港人 我們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沒有什麼改善到 而第二個數字 其實就是剛才說的堆田區 其實堆田區 我們在89年開始 就是90年代初 其實政府就有三個地方 就是黏灣將軍澳大鼓禮 這三個叫做策略性堆田區 其實在89年前 我們都已經有13個堆田區了 但是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 因為已經不能夠再塞垃圾了 所以就關閉了 我們現在這三個策略性堆田區 其實未來三至五年都會飽和的了 但是那個年期其實沒有什麼人真的知道 就是這個環保處 就是原本說2018年 現在又說2015年 總之很快就會飽和了 我又是落列了很多數字 這些全部都是政府的數字 其實三個堆田區 興建的費用已經要60億 每年去營運都要4億 而我們以前那13個已經關閉了 已經塞滿了的堆田區 其實每年都要維護它和復收 特別因為在以前的堆田區的設計 以及規範的標準比較低 剛才說滲漏的情況 或者一些沼氣排放的情況 其實是很突出 所以每年都要維修 要復修 而剛才也有提過 譬如在工廠 剛才的影片說 製造電腦的工人 他們的致癌的機會會增加 原來根據中文大學的一個研究 環保署給了一些數字 二岳英 二岳英是一個致癌物 最有毒的一個致癌物 如果孕婦吸入過量的時候 其實會直接傳給寶寶 根據中文大學對二岳英的數字的分析 以及研究 原來將軍澳堆田區附近 每一百萬人口的生癌機會 比其他沒有在堆田區附近的區域 例如荃灣中環是高出很多的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的一些代價 我們不知道 我們經常覺得堆田區就在 但原來無論是錢 或者是健康成本 其實是很沉重的 而最後就是堆田區 不堆田我們說回收 香港政府經常說 我們的回收率很厲害 有百分之五十二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相信 我猜大家都會覺得是有一點的水分 其實回收率 我聽說回來的是更加高的 是嗎 有六七十百分的 是嗎 那為什麼會這麼高呢 其實就是 其實不是大學生的回收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很好 家庭做得很好 是其實有一群低下階層 幫我們把那些紙皮 那些放了出去 別人不要的 拿去回收 所以才達到這個回收率 是的 而當中也不包括玻璃瓶 玻璃瓶很好 就是過去幾年有很多NGO 地區組織開始做 因為玻璃那些都是很難分解 又有很多有毒物質 所以回收率 其實三式回收筒 對於環保團體來說 我們覺得是公關多於一切 多於實際 即是公關多於實際 因為到最後 究竟他怎樣去處理 回收了回來的東西 那是否真的去了一些 再造的公司去再造再用呢 那這個是誠疑問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所以香港的回收率 是有這麼大的水分 其實我們每個人 每天都製造很多垃圾 這些換算的東西 就好像很驚嚇 但是我想提出的一件事 其實我們香港人的那種生活模式 或者那種發展模式 是很令人驚嚇的 其實每一步 我們都在消耗地球的資源 除了我們的地球的資源越來越少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要再去處理的 所以我們是否要再急起直追做好一點呢 我們是否要用少一點之外 我們更加努力去做垃圾分類 各樣那樣呢 譬如大家都知道 我們每天有九千噸垃圾 其中三千多噸是儲餘來的 就是你們早很多年了 你們的常禄臨的朋友 很好在康康宇搞了一個小飯行動 其實很好 我們不需要吃那麼多 我們就不要叫那麼多 這個小飯運動 現在很多連鎖的發餐店都開始做了 或者廚餘 我們有很多屋苑 現在都開始有些鼓勵 獎勵的話 去鼓勵大家去回收廚餘 我猜很多事情 我們是可以努力去做 而最後就是 就是剛才說的焚化爐 其實香港政府現在 我們很擔心就是說 因為這個堆田區快要爆了 因為我們回收 我們都迫在未節 我們不可以很快 沒有垃圾 他們真的要上馬焚化爐 其實真的很肯定這麼說 如果香港有了焚化爐之後 就不需要說回收了 你誰會還要回收呢 是不是呢 等於我們如果香港 真的用了核電的話 我們不用省電了 就是如果我們是 政府的思維仍然都是 距離到目端的 就是繼續都是想著 就是end of pipe的東西 我們可以搞定 可以用技術 我們處理到我們的問題的時候 就太天真了 只不過我們是 我們是將那個污染 是換轉了這個形態而已 就是我想提出的就是 其實如果我們不努力去做好 我們自己的範疇 香港政府很快就真的會 搞定這個實古舟一點 就是很麻煩的 就是他不選在屯門 也是想避開屯門 因為比較大的一些地區的阻力 選去石古州一個所謂 要做一個人工島出來 去做這個焚化爐 就是想容易一點上馬 這個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所以到最後就是最後一頁了 在Annie的本書那裡 我覺得它有一個方法 它說改變的方法 其實就是三個盒子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第一 這個燈泡是什麼呢 就不是用亨電膽 燈泡就是idea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有idea 是由自己做 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場景 我們的居住環境 各樣的東西都有idea 就是我們一路去想 有什麼新的idea 我們可以幫到地球 然後第二就是v 就是我們集結成口 一起去做 把你的細的idea 去推而廣之 大家一起去做 然後到最後就是action 它在這裡寫下 就是action 就是我們要將這些有心有力的人 我們一起去推動一些行動 一起去做 而它也有說到 這個行動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去抗議呢 是不是每個人都去為正種呢 就是這樣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跟企業戀過呢 其實不是的 他本書到最後 他就說了這六種人 其實每個人 我們分析我們自己 是一個什麼性格 或者有什麼長處的人 我們就用好我們的長處 去幫我們的地球 第一個就是resistor 就是我是 他寫著99%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99%就是這個 這個佔領華爾街運動 經常說一對99% 99%就是我們是公眾 我們就是要去抗 抗衡一些大財團 可能有一類人是resistor 就是做行動的 走在最前線的 第二類人就是這個 就是我把問題說給別人知道 就是我一傳十十全白 比如我把剛才的影片 去播給我的鄰居看 或者我把這條影片給 譬如在我兒子的學校 在家教會那裏播放 就是我去傳揚的信息多一點 第三個角色 Nurturer 就是我們繼續去想一些方法 例如在我的社區去經營一些solution的東西 比如剛才說 廚餘 廚餘可不可以堆肥呢 堆了肥我們可不可以種一些有機東西呢 那樣東西 下面 第四個角色 Investigator 就是我去調查一些問題 我們繼續把這些問題暴露出來 製造的話題 製造更多的壓力給政府 給那些企業 第五個就是Communicator 譬如我們找一些名人 或者找一些有影響力的人 或者找一些大的企業 我們一起去將這件事 更加推而廣之 最後他就說Builder 譬如如果你是很擅長去塗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剛才說了 我們有些社區的project 或者我們願意去想一些有創意的方法 那我就去經營 那我就去嘗試 其實還有很多角色 但Annie想鼓勵大家 千萬不要以為行動得一種 就不只是要很轟烈的 或者不只是要在消費環節上去做 不是的 消費當然我們要做一個精靈消費者 但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集的成求 將自己關心的東西 令到更多人都關心 將自己相信可以活動的東西 令到更多人都會參與在裡面走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大家可以在什麼角色 什麼場景 什麼領域裡面去參與這個運動 那到最後就是Be the change 我覺得這幅圖很有趣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改變的那顆種子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好的 我的分享差不多了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和分享 接下來還有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就可以大家可以問一下問題 那不如讓我先問第一條問題 好啊 好啊 剛才說過有Nerica Builder 你覺得你自己屬於哪種 好啊 我覺得也可以是不同的時段 做不同的身份 那我也經常跟我兒子說很多 耶穌 經常討他 經常說 我覺得這個是新教 家裡的教育很重要 一定要他儘量吃飯吃完 要知道東西怎麼來 我們屋苑也有參加過廚餘回收 我覺得很好 可能早幾年大家都聽過有乾濕分類 但是市民覺得麻煩 因為你又要我分兩個顏色的袋 現在我們屋苑還有一個計劃 就是用一個膠盒子 就是四面碰碰的那些 就是蜜蜂的一個膠盒子 然後你每天就把你的菜頭菜尾 或者一些骨 各樣東西 一些殼的那些就放進去 每天就放進去管理處 然後他就給你一個新的合理 就是由屋苑中央處理的廚餘 所以你家裡不會有氣味 是不會有這些氣味 還有你每一箱加進去 你就會有印仔吸 有印仔吸 你就可以 譬如你不知存夠六十個印 屋苑就會有一個生態油 就會獎回你 我兒子每天就看著 又吸一個又吸一個 很開心 譬如這些東西 就至少去教他 當然我的工作 我的職業病 就是全線大搜查 剛才這麼說 去一些骯髒的地方 去把問題繼續說出來 去做多一些這樣的見證 還有我猜 另一樣都是覺得很重要 我猜NGO的角色很重要 譬如我們有好團體地球 之後做了很多年 一直在說怎樣減肺 在說各樣的事情 我們沒有主打做廢物的這個 campaign 但是NGO在推動政策的制定 推動或者監察政府的工作裡面 是不可或缺的 特別在環保這個領域上的 就是你環保 就是每個人都想著 也是不關我的事 所以NGO的角色很重要 那監察的角色很重要 我覺得在不同的場景 自己都可以有不同的功能發揮 是的 有少許資料都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Hong Kong U 應該這一兩年 都是買了一個廚餘機 是用來回收 就是Hong Kong U 裡面的餐廳剩下廚餘 是的 有機會的話 看看Greenwood可以做一些活動 帶同學去搬家 那些廚餘去了哪裡 在哪裏 在哪裏 應該在哪裏 是的 其實這個我之前跟Albert Professor Chow有提及過 周慧立博士有提及過 其實你已經有這麼多資生了 其實我們如果真的有地方 我們的廚餘回來之後 我們自己去做一些有機堆肥 然後種植物 當然量可能很少 但是量少不要緊 是一個process 然後你那些有機的出產 就是有機的蔬菜 或者有機的水果 那就已經可以 搞一個籠虛仔 在學校裏面 去給一些私生參與 譬如現在 中環天星碼頭 逢星期三 星期日的籠虛很熱鬧 星期日如果大家有時間 星期日去天星龍虛 11點去開羅 開羅之前已經整條隊 一直排隊等著買 所以其實 學校可以是一個好的場景 不要浪費了一些廚餘 廚餘 你回收完之後 你process完 你可以有機堆肥快 我相信 有很多expert的 就是很多biology的老師 很多對農業有 passion的老師 其實中大是正在做的 中大有一班學生 成立了一個叫做中大農業關注組 他們就問學校 拿了幾塊地 就是在山頭裡面 拿了幾塊地 然後就真的找一些團體 就是找綠田園 找我們 找一些農夫 香港的農夫幫他們開狠了地 然後他們現在真的已經有幾辣菜 已經 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就是那些同學 他們這個參與 這個見證 其實是更加之難得 不是說只是那個 最後一個end product 所以你們可以在今年的主要的end new plan裡面 可以試試推動這件事 是的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不如我們卡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可以舉手 然後拿到咪高峰之後就可以發問 好 再問 喂 喂 是想問關於兩個數字 剛剛你說在香港每一天 產生的廢物是九千噸 是 那我想問如果 我們看到這個數字好像很驚人 那如果跟其他社會 其他城市相比 我們這個 每一天人均產生這個廢物 這個量 是否很嚴重呢 那另一個問題就是 也是跟其他地方比較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 我們每一天 那個回收量 是 五十幾個百分之六十幾個百分之 那麼相對一些比較 這方面做得好的社會 他們是做得到多少個百分之一呢 謝謝 我不知道能否回答你的問題 以這個 這個香港和台灣的比較 如果你說每天 香港是台灣的兩倍 上高的一至六是每年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換算 其實就算我們都是數一數二的 就算不是這些換算出來 看看怎麼計算 但這個也是很驚人的 都是全球裡面數一數二之高的 回收呢 回收我沒有那些數字在手 但剛才我們有說過 例如你究竟那百分之五十二是包括什麼呢 它沒有包括玻璃的 那現在那個三式回收桶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東西 其實沒有在那個三式回收桶那裡 然後就由那些婆子 或者公公伯伯伯 就拿了去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台灣 台灣他們那個 因為做了那個垃圾收費之後 他們那個回收量 就是那個回收的比例很高 令到他們的噴化爐是不夠垃圾燒的 那我現在沒有那些實際數字 就是沒有那些數字記不到 但是那個的情況是很顯著 就是因為它有這些措施之後 令到他們的回收量是大大增加 我可以補充一點資料 我之前上課都有學過的 就是有些數字 我記得日本大約是可以去到八成的 那我自己去日本的時候 都看到其實他們的回收真的很細緻 就是水瓶 那個瓶和蓋子分開 因為是兩種不同的物質 那他們就真的分得很好 我看到它 那個堂裡面真的有很多 是的 就是每個人都自動自覺 從小時候做起 那那些的教育其實都很重要 香港也都很需要這種教育 然後有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 想問一問 討論一下回收的問題 其實現在美國歐美那邊 日本的回收率這麼高 其實回收這麼多東西 就產生很多回收廢物 要找地方處理 就去了大陸 其實我自己看 為什麼你只說的地方是會這樣 其實就是說 出口的政府鼓勵出口 入口的政府鼓勵入口 這條chain一天不斷的話 你永遠都斷不了 現在必然現實是這樣 看得到 香港的廢紙回收一樣 大陸一說不收 香港的廢紙就積在碼頭 那這樣東西 其實就是說 我要回收 我想省環保的回收 但原來回收這些東西 我是在其他地方 產生存在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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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成本專家去其他地方 那好了 也有問題是說 電子產品 我們回收 再回收 再回收 就會產生很多脆弱的東西 其實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組織在其他地方 現在是在其他地方 是真的說 在回收 我有良心 把東西放出去回收 可能我產生另一個拖食 在其他地方 有沒有人在其他地方 就是真的可以把這件事 產生的價外成本 是減低的 其實我覺得兩方面 第一方面 其實當地回收之後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就是在當地 去做一些 就是叫做再造 就是那個 reproduce的那個過程 就是你 真的在當地 可以有些 再造產業 可以 可以 我們叫做 一些綠色的 經濟的一些就業機會 但是香港很不幸 就是無論土地 或者各樣東西 我們知道 政府的回收員 仁愛堂 或者是明愛 他們做肺膠 即膠中回收 他們是不夠量的 就是他們那個 那個物流的成本太貴了 那麼 變了政府 是放了資源 到那個回收員 希望可以 即是 即是 他在那個回收員 那裏做完那些回收 然後壓扁了之後 就是做一些膠粒 然後馬上可以 就給一些 塑膠廠他們要的膠粒 但是 連第一步 他都做不到 那這個我覺得 是 要區域去想的 這個問題 所以 有一個位 邱塘華局長 即是前任邱塘華局長 我覺得可以再深化下去 就是 整個區域 很直接地說 就是 愈來愈多垃圾 那我們可否整個區域 變成一個循環經濟 你的循環經濟 就是 由這些回收物料 我們回收完之後 如何妥善 找個地方 一起去做大做強 即是變了 有多些的 再造產業 可以做出來 因為你在香港 真的做不到 你沒有這樣的地方 你沒有這樣的設備 或者技術 而第二個問題 你提到跨境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現在 其實國際上有法例 特別是 Toxic Waste 是不能跨境 寄出去的 是不行的 是一條叫巴塞爾公約的 是有的 但是 很不幸 就是 很多門天過海的東西 比如 我們早兩年 我們都發現了 香港有一個貨櫃 其實它申報的貨櫃裡面 那些東西 是說金屬 但其實裡面 全部都是e-waste 它在等待 要去 寄出去 那 其實 國際上有些法例 至少 Toxic Waste 是不能跨境寄出去 中國 是簽署國 都是那一句 就是 你那個 剛才有提過 或者可能 無論一些地區的 一些貪腐問題 各樣東西 他們仍然都很歡迎 這些有毒的垃圾 去他們那裡 去埋堆 那 這個其實是 要再執行力度 要再加強 其實 有一些組織 是在做這些監督 但是是越來越難的 就是 我們以前通常就是 檢查著一些 主要的一些 可疑的船 跟蹤著他們 或者是有些技巧 可以檢查到他們 但是 道高一尺 所以 現在那個 想去 找到一些 線索 或者這些問題的船 那個的機會 是 不是那麼高 至於你說 就算不是這些 有毒物質 就是剛才你說 就是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 得清他問題 就是說 譬如廢子 去了中國 他再製作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污染問題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 去當地 就是每個地方 那個環保標準 譬如現在中國 經常說 節能減排 經常說 工廠要產業升級 就是要把環保水平提高 這個就是去到每個地方 他們那個生產 或者工業生產的 那個 污染的規矩 或者那個規範 譬如中央政府 他最近說的能耗標準 或者那個污水 COD的排放標準 各樣東西 其實他們有要求的 但當然都是那句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我們現在知道 譬如中央政府 有些重點的行業 他們是要監督的 真的把整個CCTV 在那個工廠那裡 24小時看他們的排放 那個情況 但是那些行業 我就不見有回收 或者是那些行業 通常是電鍍 皮革 票染 紡織 造紙 這些就是重點 他們監督的行業 因為那些污染客 真是很厲害 不可以開玩笑 所以我估計 都是有優先次序 對中國來說 現在的挑戰就是 有些更加的 就是重點的工業 要去令到他們那個 治理污染的水平提高 我估計 回收 或者那個回收再造的 那個工業 他們應該沒有這些 這樣的 就是intention 去做些甚麼的監管 是 可以 拿了米線 是 好 否則聽不到 謝謝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 為什麼香港會有 八百八十九公斤 每年 或者每日有 二點六七 而南韓會是這麼少的呢 因為香港 南韓都是一個 很像香港的城市 還有他們的消費也很多 他們的廣告 所有的年輕人消費 那些 就是design for dump 的 cases 都很多 他們的手提電話是要出的 為什麼我們的 垃圾會多 它這麼多呢 究竟是 生活上的某種的 什麼形態 還是 那個 產量那裡的源頭 是什麼意思呢 是的 這個都很 我覺得都是 是的 有文化因素 有這個 有消費因素 也都有 真的他們的垃圾政策 他們可能好過 進取過我們很多的 他們的回收 或者垃圾收費 那些東西 垃圾政策本身 是強於香港很多的 香港是落後了 大家可能都 經常看新聞 減費綱領 是由2005年到現在 原本是2005年到2014年 這10年 我們是大幅減 沒有做過事 現在到2012年了 所以我猜 政策本身是 香港是 執行得非常之差的 但是我同意的 我覺得 文化上 或者那個 消費的習慣上 其實是 相似的 但畢竟 香港實在太城市化 我覺得 香港實在太城市化 就是 你離開土地越遠 或者你離開 鄉郊越遠 你對於 珍惜食物 或者珍惜物品 那個概念 真的會疏離一些 畢竟 你其他地方 比較大 你那個鄉郊 或者你很容易 就接觸到一些 村落 等等 其實我覺得 在文化上 香港的情況 是比較嚴峻的 我反而覺得 是否這些數字 不太公道 因為 日本、南韓 有很大的國家 有些農業的地方 你當然說起來 拉回文具 就比較少 但是 除非你看回香港 和首爾 是 城市比城市 當然 台灣人 台灣那麼多的山 有些地方沒有垃圾 同樣 會不會是 就是你 演繹的數字上 但我都見到 有些說城市比城市 我們都會多了垃圾 但是 經常對這些數字 我都覺得有些驚嚇性 但是 真實性我都有少少少懷疑 還有 這樣比法 不是很公道 講到香港人 好像真的 垃圾特別多 但是看看我們 因為是城市 所以那個做法不同 不過 說回來 就是 怎樣可以 在這個現代生活之中 你又要 譬如 設計師就會說 當然要設計 我們每天要有創意 怎麼可以又穿那些東西 你一路追求創意 一路希望有些新東西 甚至出書 很多書都是廢物 你這樣的時候 你現在多少人出書 出到簡直是恐怖的 每一本書都是殺了很多 而很多書 真的垃圾得很厲害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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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誌 我們每天都免費報 但是你又說要資訊發達 那你變成每一件事 那個 contradiction很大 所以究竟 究竟我們自己 那個 香港自己 那個 現在最流行的 core value 在哪裏 那些方面 你又有很多人 是要 創意 創意 還有要創作 因為香港是沒有土地去種東西的 我們只可以種來玩一下 不是真的種的 那的時候 那香港 那個cycle 是怎樣去 還有怎樣才是一個真正誠實一點的 就是我們不要騙自己 我們不會有七百萬人去有機種植 然後那些東西是吃得夠的 那變了 我只是可以有一個小小的 嘗試 那這樣的時候 香港的生活模式是怎樣才對呢 那我覺得可能這裡來談那個 環保、垃圾 或者各樣東西 是比較一個 真實一點 和平衡一點的做法 是 其實我同意 我覺得 香港有很多限制 那個 可能性 其實都不是真的那麼多 但是我猜香港 那個 那個 至少這個珍惜 那個飾物的概念 是可以 是 再強化一些 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十雙鞋呢 我們五雙可以嗎 我不是叫你兩雙 那 我從這裡開始 就是 你都是 知足常樂 或者是 就是這個 有這種 的 文化多一些 而 剛才還有提到那個 創意的那些 就是 Annie有提到 我們可不可以 design for the last 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 又stylish 又耐用的 就是 我都可以 潮一些 這些都是 有創意的一族 可以去 contribute的一個領域 好 我知道 我的手指 就是 在這個 加拿大國際學校 就有一個 電影欣賞 專門說這個 環保的電影 它出戲 叫做 《換省綠色虎》 《Wicking the Green Tiger》 這個是北京的導演 史立雄 以及 這個 加拿大導演 Gary Marcus 拍的電影 其實史立雄 在香港很出名的 它拍過這個 《露江之聲》 雲南有三江並流 嗯 有蘭倉江、露江 和這個 金沙江 中央政府要去建 水壩 不單只建一條 是建很多條 只是露江有十三條 其中一個景點 大家可能去過的 就是這個 普跳峽 一個普跳峽 建一條 大海壩 這樣就儲水 這樣就 這個 使得上游的 船路氾濫 那些村落點 沒辦法 要上游 上移 那些村民 怎樣呢 中央政府 就給很多 這個 補償 但是地方政府 拿了 那村民 怎麼可以生存呢 只可以撿垃圾 嗯 是很慘的 很慘的 那麼 那麼 角初體 就是一個紀錄片 拍攝了那個情況 後來呢 就是 一個很奇妙的 是中國第一次 這個民間的運動 可以 改到政府的 國策 那麼 就算 溫家寶總理 都說 這個要慎重處理 那麼這個第一件事 這個 這個很值得看的 歡迎大家 就是留意 那麼 這個 這個 格拉大國策 之後會有很多宣傳的了 第二件事呢 除了 剛才那些人說到 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麼我們的大城市 是很少 製造些什麼 又沒有這個 農業 基本上 基本上都不多了 那麼 但是你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的消費的習慣 和行為 實際 都是很驚人的 有些是很 沒有必要的 消費品 那麼純粹為了 美麗為最虛榮 就是什麼 舉個例 今年的10月20日 海關緝施署 充公了 一千二百零九支象牙 三千八百多公斤的象牙製品 那裏有幾個大片象呢 如果你除了 一大片象只有兩隻象牙的話 那裏有六百隻大象 來香港 你看看 當然 去其他地方 國內 台灣 東南亞 都會推銷 但是 你看看 從經過香港去的 如果我們還是這樣的消費法 這個地球的生物 很快就沒有了 我很有幸 上個月就遇到 曾古德博士 我就是 Jane Goodall 她來嘉利隆 唱著有潮演說 剛剛 同場有個中三的小女孩 她 做了一張 象牙海埔 《Stop Buying Ivory》 《Schools United for Elephants》 我覺得這個中三的小女孩 很可愛 她可以有這樣的心智 所以 曾古德博士 見到也很開心 和她簽名 我覺得 香港人也可以發揮 他們的消費者的力量 公民力量 消費者力量 剛才Gloria說到 我們六種的角色 我其實不止 很多 這種力量 也是 我們可以每個人 你手上有的分錢 你就有一份力量 你可以選擇 這個選擇 你可以選擇浪費 也可以選擇 去節約 這個用之有節 我記得 魯智有一句說話 我很欣賞 跟大家分享一下 總之說 尚善救人 顧無棄人 尚善救物 顧無棄物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 好像聖人一樣 沒有放棄 沒有放棄個人 我們常常去幫助人 亦都是沒有放棄一些 真識物件 好像《Gloria》說的飾物 不會製造這麼多垃圾 其實大自然很奇妙 我覺得是 信箱爆棚 大家知不知道 他信箱爆棚 難以置信 大自然的物件 其實大自然的物件 這麼豐富 這麼奇妙 有沒有留意到 大自然是沒有垃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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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們人類 製造很多垃圾 浪費了資源 不適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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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知不知道我說太多了 不適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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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 Paul 你好 我叫Acha 剛才聽完Gloria你說的 台灣之前有很多垃圾 因為有些法律 還有配套法律 令到台灣人每天製造的垃圾 就少了 我想問的是 其實Gloria 你覺得 其實法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去令到整件事可以改變 這是第一個 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第二就是 你覺得其實在香港 這個case 這個moment裡面 其實你覺得 好像台灣這樣 用一些top-down的法律 發生的機會 你覺得 可能在這五年內 你覺得 到底有沒有希望呢 高不高 最後一條就是 想問的是 其實你覺得 一些NGO 和一些立法會的議員 他們之間的聯繫 會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去造就這些城市 因為 我很記得 長毛去選議員的時候 都會去電視台 他們會去辯論 其實 說到環保 和這些事情 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減費 而不是回收 其實這件事 我很欣賞他 因為 其實無論你回收也好 你的行動 其實都是在把垃圾放出 顧問論最後 那些垃圾會做人 怎樣也好 這三件事 不知道 想看看你的意見 是怎樣 謝謝 我不要這樣說 我 有希望的一定 接下來這五年 現在新局長 黃錦升 和副局長 陸公偉 對這個組合 非常之有期望 我覺得他們 是真的 很有 passion 對香港社會 對環境議題 也都很想心 對他們 很多場合都說的 他們三個大問題 第一 就是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 要解決 陸面那些很舊的柴油車 或者歐盟前期 歐盟一期的巴士 第二個問題 就是廢物 因為剛才說 對環境就爆了 這是重中之重 第三 就是他們都覺得 這個 交易公園 或者自然保育 那個條例 各樣東西 都是要與時並進 他們最主要這三個議題 他們很努力去做 你問我 我覺得有期望的 亦都有期望的 這五年 政策很重要 特別環境 剛才一開始 我們有談過 其實 你環境 你空氣、水、泥土 或者食物 各樣東西 這些其實都是資源 是公共資源 你政府的角色 其實是要 將這些公共資源 用得其所 你要令到這些公共資源 你不要說 平均分開給大家 但是至少你要保護這些資源 令到它可以 長用長有也好 或者是 令到需要用的人 可以用到 而不僅是一小撮的人 可以用到 所以你乾淨 清新的空氣 無毒的水 或者各樣冷用 這些東西 都應該是政府的 要透過公共政策 透過公共行政 我們是去令到它 可以發揮得最好 用得其所要 都可以保護到它 所以政策很重要 特別在環境的範疇 沒有人看環境出聲 你的垃圾 你的空氣 你的水不會出聲 所以更加需要 有一些政策 有些法律 有些措施 其實環保署 在1987年成立之後 其實是很上進 很前進的 1987年之後 譬如有空氣污染的指標 我們有交易公園的 很多那些條例 那些法例 然後到廢物 那些措施 立即逐個逐個 將那些文化牢要關閉 那時候 譬如堅尼地城的文化牢 都是逐個逐個關閉 很進取的 香港的環保署 一開始成立之後 是很厲害 很有 passion 那些專業人士出身 那我覺得 現在香港是落後了的 是落後過其他 就是亞洲的其他地方 我們 可能因為地方 可能因為我們的 經濟模式 發展模式等等 我覺得我們是要急去直追 那議會內外 是一定要配合 其實環保是孤民雙三者 是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缺一的 就是這三角形 是一定要一起做事 就是你 譬如剛才我們說廢物 譬如環保團隊 在外面吵吵吵 你議員也要幫忙推 政府也都在他的崗位推 譬如有些資助計劃 有些各樣的措施 其實三者一起做 問題其實很可惜 其實我覺得這裏提外話 就是說 其實 香港的議員也好 或者媒介也好 沒有很多 一些真的很專業 去做環保的 就是你見BBC有個 Environment Correspondent 那 其實 這幾年香港 譬如特別 譬如 余日薇議員 現在選不到 其實香港立法會是真空了 或者沒有一個是有這個的認識 或者有心去做環保的議員 在裏面 即是 長毛他很 passion 但是他有更多 他很想心的事情 即是 如果你是以環保 來做主打的一個議員 其實沒有 即是 甚至乎 再做些 譬如蔡素玉議員 即是民建聯的 他也很想心的 他真是刨書 真是推很多動議 那 是的 很不幸 即是余日薇做了兩屆之後 現在選不到 接著陳淑莊也選不到 接著 民主黨有些很資深的議員 又沒有再跟環保了 我猜這個也是需要 整個社會要 即是在這裏不要脫了折 其實政府是有心的 環保團體或者民間也有心的 現在是 議會那裏 所以儘快有些 即是打正旗號 真是為環保的議員 Hello Hello 其實在座各位 都很關心 亞洲四小龍 其他地方的回收情況 那為什麼台灣 南韓做得這麼好呢 其實它有法例之外 其實配套就很好 我就很建議 在座各位 可以上地球之友 它有電子書 一本叫陸油手耳 另外一本就是 台灣有金汁 台灣有金汁 你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台灣可以這麼成功 香港在1987年成立環保處 其實台灣是比香港還要遲很多 為什麼它做得這麼進取呢 當然它有辛苦過 南韓正在行的回收徵費 其實它十年前 即幾年前走 都很辛苦 問題是香港人 敢不敢走這條路 一走 一定 頭幾年 周地都是垃圾 不出奇的 問題是我們願不願 克服這個困難 對 對 這兩本電子書好看 也是 好 也是 可以找 大家來分享 另外 剛才你提到 香港你說家居廢物9000噸 其實值得跟各位說 其實香港每日製造的垃圾 應該是13800噸 其餘那些垃圾從哪裡來呢 其實是建築廢料 那些建築廢料 真的很感謝我們的偉大祖國 其實去了哪裡 去了我們堆田區擺住 然後去大陸 這件事其實 我們是製造出來 應該是本地解決的 誰知道就是大陸幫了我們 我想這件事其實大家早就要知道 建築廢料大政府 早幾年做了那個收費之後 在環保署網頁 他自己說其實量是少了很多 當然也是有些其他的問題 就是軟的 但至少都是第一步 對 另外就是 有幾件事就是說 剛才其實也有位參加者都說 其實 為何貴餘會這麼多電子廢物呢 我想是每個國家都有法例 而是說 其實很多都會經香港 寄送到大陸 香港的海關 有沒有下來去做呢 幾年前其實綠色和平都試過 拉環額上了貨櫃 海關和香港 有沒有做過這件事 為何可以讓它上去大陸呢 這件事可能在某程度上 可能是綠色和平 喂 要強制它 有沒有搞錯 他們怎樣把關 我們經常在香港這個是自由港 連有讀的東西都自由進出 沒有厭隙 這不是自由的 而是執法 我們不是大陸 我們是香港 我們是海港太自由 沒有人去監督 這是越來越難的 越來越難的偵測 所以也是要 為何你偵測到海關 偵測不到呢 這件事很荒謬 另外 剛才你提到去過珠江三角洲 看到一些工廠的污染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中央政策 是有法例監管處的 也是 剛才提到 很多染廠 或者製造污染物的廠 其實它都要符合規定 才會排污出去 所以剛才我也很想知道 你看到一些 可能造成一些 河流污染 就是牛仔褲廠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明明有法例 它的廠原來 都是有當地的官員 因為很快說兩句 其實就是 中國實在太大了 真是那個 尚有政策 是有對策 就是這個 陸蘇我平 我們每年發表很多報告 我們給了一些資料 一些當地環保的部門 執法部門 他們是很感謝 我們直接抱著我們 這樣說 好… 然後根據我們的資料 他們就去調查和執法 例如我們早幾年 我們調查了 五間港資 很大型的五間港資工廠 在珠三角圓外 那麼 我們的報告就出不了 很多原因 但是呢 我們份報告 給了有關部門之後 他們慢慢說 五間廠裡面有四間廠 是立刻做事的 就是入了黑名單 以及要罰很多的錢 那麼我猜 坦白說 其實這幾年是中央很重視 但是畢竟環保部 相對於這麼多的其他部門 是很弱勢的 沒有資源、沒有人、沒有技術 很坦白說 譬如我們… 我們北京有十個同事 專門做有毒物質的 他們跟我說 他們現在知道 譬如中央政府 裡面有一隊 叫做化學品監管的隊伍的人 其實都是50人左右 所以他們的資源是很少 很缺乏 而且還有這麼大的國家 所以我猜這個是重要時間 再去採取 但是其實民眾的意識越強 其實對於地區的壓力越大 你看到很多… 譬如寧波、PX那件事 或者就算是潘如 去年還是前年 說要建範化牢 就是在民居旁邊 其實全部居民都很安全 然後出來反對 我猜這些會慢慢 強化環保執法部門的資源 和他們的決心 不好意思 還有十分鐘左右 說到還有一件事 其實不是題目 和張同學有些建議 其實我看到香港大學 很多蒸漏水機 是一瓶瓶的嗎? 是 在哪裏? 是 其實是這些採取 蒸漏水機 我不清楚 因為我也經過 是不是 留待你 我多數看到的都是一些過濾 濾水機 濾水機 不是蒸漏水機 好的 這是一件好事 是 但是 希望張同學 即時做到一件事 我為何會桌面有兩瓶水 在那裏? 沒有喝 沒有喝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是不應該 去購買 要說不 沒錯 我也是 我不買蒸漏水的 給你看 坐然起行 我覺得是 香港大學 真的要馬上做些事 為何會有兩瓶蒸漏水? 沒錯 沒錯 我說的又不行 不好意思 做了很久 還有多少問題? 這個同學 我們快點問完兩題 不如 其實我只是想分享一下 一些事情 我覺得 剛才港姐也說到 其實香港環保署在87年已經成立 我覺得其實 這麼多年來 其實應該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他做的方向是有問題的 一方面 他不停推動政府做一件事 但是反而 在教育上 我覺得反而是做了好事 就是我一個典型 香港成長 以及經過香港教育制度 而來到香港大學學生 現在越來越多了 我想說我兒子四歲半 幼稚園的環保署都是泛濫的 我想說 是的 我同意 但其實通識之後 好了很多 通識現在一定有一個環保能源與科技 其實是好了很多 每一個大學都會有環保能源與科技 每一間大學都有環保能源與科技 每一間大學都會有環保能源 每一間大學都會有環保能源 如果當年一早 如果要走這條路 我覺得應該會好很多 正如我中學的時候 我零幾年 零五年打後 和同學 上體育課的時候 他們要請一班人到下面操場 我就會建議 為何不適的冷氣 但同學就說 運動完之後 上來適合冷氣炭 如果我建議適冷氣的時候 反而被人說 你不是冷靜熱 這些人不是你的錢 說我們給了錢 因為冷氣費 然後升大學之後 我前一陣子 發現原來學校有一個制度上有一個漏洞 印單面和雙面 原來同樣的價錢 那些人就鼓吵 單面和雙面同樣的價錢 那為何我不印單面 就是不要給學校賺這麼多 但其實他們的私 如果我到大學 還有香港大學 一班受到這麼高深 這麼多教育的人 都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還有思想去到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教育上面 應該可以再入手做多一點 我分享了這麼多 最後一條問題 其實垃圾呢 我們很煩惱地處理 真的那個源頭是比較重要的 沒有垃圾就不用花這麼多心機去處理 其實香港有人提出 垃圾徵收這個費用 就是人呢 就有時候 每個人都自私自利 那一去到錢 就比較緊張一點 就是等於 膠袋 開始 要付錢 那些人就開始用少一點點 當然我都不知道 實際現在那個 是不是真的這麼有效 消息市場 可以減到九成 產生了很多那些另類的膠袋 環保袋 是 譬如我媽媽家裡有 我想是幾十個環保袋 那她不敢扔的 因為她不想製造垃圾 就輪到她的櫃裡面 一開個櫃就有 我想每50個都有 40個環保袋 那這個又是另類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垃圾 那我想問 譬如如果徵收垃圾 你覺得在香港是否可以實行 是否有效的 還有真的有人提出 我想問民間 因為現在民間的基礎很重要 議局裡面 政客裡面 又會怎麼看呢 譬如 綠生和皮靜 是一個這麼有力量的 或者一些NGO可以做什麼 其實同意的 我們烏者自父 或者是Polluted Place 這個Principal 其實我們是很支持的 所以如果這個垃圾 除袋收費 這個是我們支持的 不過就是要分 那些叫什麼階梯 其實可能有些基本的 你每一個 譬如四人家庭 可能有些minimum的 那些 你一定要用的那些 那些 我們那些不收錢 至少有些很基層的 他們不會因為要除袋收費 他們的生活要百常加根 那你等於好像水費電費 那你投的那個 那個街梯 那個成本或者價錢 是最少的 那你跟著你再 那些街梯 那些街梯 一路開始越來越闊的時候 那個的成本就越來越高 那其實可以是 那個阻力 我覺得一定有的了 那但是就 都是好像剛才 各位先生所說 就是我們願意走一步呢 那台灣 台灣 就是馬英九四我講 就是這個頭過幾年 頭過兩年 在台北街頭周圍都是垃圾 然後他們一路 一路去完善那個配套 譬如你這個 那個收垃圾袋的那個時間 或者那個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中數是便利一下 一些居民的各樣東西 那一路去調整整整個配套 是怎樣 那我相信其實民間是成熟的 特別是 就是香港民間那個 或者社會上 對於垃圾 除袋收費是成熟的 就是那個圖 因為在那個膠袋那裡 大家都看到是有些成績 那當然 剛才說的其他的那些問題 也有出來 但是就至少你在 一白色污染那裡 就是降低了很多 那麼我們都會繼續看看 可以有些什麼功夫 去幫一把 就是叫做 呂應外合 政府上推 那麼民間又幫忙 在民間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起去推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Gloria 和大家分享到這麼多 謝謝大家 環保這麼有意義的題目 謝謝 不如最後看看Gloria 會不會有一句 take home message 給我們 take home message 大家回去 大家回去一起 看上他的網頁 看他的網頁裡面的影片 以及可以跟那麼多人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有一句說話 我有一句說話 是的 印度的聖洪金地說過 The world has enough to satisfy man's need but not man's greed 地球其實是有足夠的資源去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 但是就不能滿足每個人的貪囊 是的 所以其實每個人是 如果是用到自己的基本需要 不去買那麼多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的將來也是很有希望的 好 謝謝 剛才有朋友問 就是 有沒有蒸餾水機 我告訴你圖書館 公眾地方寫著 全部是沒有蒸餾水機的 好了 有一點點禮物 有兩本書送給兩位 張永琦一本 多謝 謝謝 好美 一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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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來吧 好好好 這本書市面不能賣 好棒 希望 好棒 我們下一講 第十講 就是在二十九號講 就是兩星期之後 那一次是英文舉行的 由我們大學的History Comment 的Dr. Peter Kunich 講香港大學的歷史 歡迎大家到時出席 大家再一次多謝 張永琦和張沛坤 今晚的講座完畢了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